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国际拼练澳门世界杯给了球迷非常大的惊喜 首次参赛就击身四强的张本美和 把樊振东逼入绝境的林诗洞 凤凰涅槃般的林高远 这其中最让人震撼的 还是35岁老将马龙 4比0拿捏世界第一王储亲 都到了职业生涯快退役的阶段 马龙为什么还这么强 总让人感觉他还在当打之年呢 实际上他真有三件法宝 第一件 对面打的是技术 马龙玩的是套路 你可能是在跟教练打 看马龙跟对手的比赛 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那就是你不是在跟球员打 而教练在你面前演练战术 我们举三个例子 一 2020年东京奥运会 马龙对樊振东开始使用逆旋转发球 之后就很少使用 藏匿起来 二 2020年世界杯 马龙一比三落后张本制合 之后改用高抛发球 三比四成功逆转日本一哥 三 2020年转冠军赛 马龙对阵梁敬坤 比赛中把球拍倒过来使用 增加反手速度赢下比赛 四 2024澳门世界杯 马龙迎战王储亲 反手直接变身张继科霸王宁 打猛世界第一 年轻球员打的是技术 甚至是一位在四灵家大球时代拼力量 质量 而马龙玩的是套路 你永远不知道他武器库里 还有哪些没拿出来 东京奥运会樊振东输给马龙之后 王浩说马龙都快成精了 马龙在职业生涯早期对抗过二王一马 这么多年与这些名将的博弈中 马龙对战术套路的使用 他在场上已经是教练水平 第二件 前三板抢功为世界顶级 玩硬碰硬马龙绝对达不到35岁 马龙出生于1988年10月20日 到今年10月份他就满36周岁了 张继科 樊振东 为什么职业生涯巅峰不会这么长 就是因为他们太依赖于单板质量了 靠力量质量来赢球 对身体的损耗非常大 樊振东现在硬碰硬也不管用了 很多队友包括对手 都能打出高质量的击球 可是马龙为什么快40岁了 还能保持在一流 就是他打得巧 前三板得分多 不用中远台拼那么多板来得分 刘国梁评价马龙说 他打球像捆大闸蟹 从发球到后一 两把你捆起来再杀死 这个布置陷阱的能力太强了 第三件 中远台能力仍处于一流 攻防转换 把控局面太出众 大家可以看到 澳门世界杯半决赛 马龙中远台与王楚钦对攻 也没有落下风 眼下 男子拼弹能够跟马龙正手对轰 站上风的 又有几个 前三板本身就能控制你 中远台相持不虚 马龙能在这个年龄段杀入世界杯决赛 也就不足为奇了 樊振东硬碰硬不管用 场上就没有办法了 马龙倒过球拍来打 梁静坤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龙队打了 王楚钦被马龙司正手大脚后 快输球了才反应过来 马龙掌控场上局面的能力太强了 国际拼连澳门世界杯男单决赛 将于4月20日20点20分上演 对阵的双方是马龙对阵林高远 龙队早已贵为双满冠选手 林高远则是冲击职业生涯 首个大赛单打冠军 那么谁能最后胜出呢 实际上 林高远已经占据了三个优势 第一 马龙打王楚钦战术已暴露 林高远有所防范 林高远同为左手 马龙打王楚钦的这个战术 他已经看到并会有所防范 只要看住马龙司正手大脚这个战术 在反手对轰上林高远绝对上风 四分之一决赛 樊震东正手的暴力抢冲 都没能打穿林高远的反手 相反 被林高远的把手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另外 林高远也可以同样撕马龙正手大脚 龙队现在扑正手的能力 与巅峰期相比下降明显 第二 心态已放平 决赛完全没有压力 林高远关键分把握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林高远在赛场上 没有竞争奥运会的压力 心态已经完全放平了他 反而能真正发挥出技术实力 第三 比赛拖得越久越好 七局大战 林高远比马龙更有体力 马龙在与王楚钦比赛第一局局末 就十分罕见地叫了暂停 龙队称现在的比赛 他必须速战速决 如果0比2或者0比3落后 以他35岁的年龄和体能 想要逆转比赛就太难了 林高远在大比分上能够拖出马龙 最好打个六局 七局大战 那比赛的胜利应该是往他这边倾斜了 比赛越往后 马龙的发球抢攻套路 就越容易被林高远适应 达到相持阶段 林高远的速度 就会把马龙达到退台 龙队现在拼硬实力 已经处于下风 主要是藏大招 拼经验 希望林高远能够拖住马龙 把比赛打得更纠结 这样他取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国际平联澳门世界杯 已经来到决赛阶段 而随着陈梦 只不女单四强 他的奥运单打希望 是越来越渺茫了 孙颖杀王曼玉这对海产姐妹花 上演巴黎巅峰之战 基本已成定局 连续三战比赛未能杀入决赛 陈梦只能寄希望王曼玉沙特输掉外战 WTT新加坡大满贯半决赛 陈梦1比4不敌王曼玉 人川冠军赛半决赛 陈梦2比4再次赴于王曼玉 一个月内被王曼玉接连送出两场失利 陈梦在奥运积分抢夺大战上 都败下阵来 相反 王曼玉凭借这二战比赛的出色表现 世界排名 奥运选拔积分全部重回第二 世界排名高居第二 让王曼玉在国际比赛上 贵为二号种子 女单决赛前 她都碰不到孙颖沙 在抽签分组上占据有力位置 陈梦这次澳门世界杯 与沙沙激战六局 以2比4赴于世界第一后 再度无缘决赛 在积分抢夺上 她又落后王曼玉一步 根据国兵巴黎奥运选拔半把 世界杯夺冠将给予3000奖励积分 拿到亚军也有1500奖励积分 王曼玉一旦在澳门世界杯登顶 那将直接拉开与陈梦在奥运选拔积分上的差距 即便是拿到亚军 也依然保持着对陈梦的积分优势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平女队奥运积分排名情况 一虽影杀23500分 二王曼玉12537分 三陈梦12327分 那么陈梦上巴黎奥运单打 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吗 答案是一线生机 陈梦只有在接下来的WTT沙特大满贯 争取杀入女单决赛 甚至是夺冠 还要寄希望于王曼玉输掉外战 被扣3000积分提前出局 才有重回奥运积分队内第二的位置 一旦陈梦自己在沙特大满贯输掉外战的话 那奥运单打之争就直接揭晓悬念了 孙颖莎 王曼玉是当下国平女队单打实力最强的 海禅姐妹上巴黎单打更为稳妥 王曼玉在澳门世界杯 接连拿下早田希娜 张本美和两张王台 陈梦虽然也战胜了平野梅雨 但是她在釜山市冰赛却输给了早田希娜 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 已经送出了14连败 如果说陈梦上巴黎奥运单打 孙颖莎最终巴黎奥运女单夺冠的话 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并不是最高的 毕竟陈梦年龄已经30家 莎莎在巴黎战胜早田希娜 王曼玉这样当打致年的选手 女单夺冠这个更有说服力 就眼下女子平坛而言 王曼玉确实是孙颖莎 在巴黎奥运女单冲冠的最强对手